每年的四五月是金针花的花旗 彰化现场王惠美这天就专程来到了花坛上的虎山岩寺 欣赏着一整片的花海 并且品尝了金针花入菜的鲜甜 不过考量到现在仍然是防疫期间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出游的时候 一定要遵照防疫规定 勤洗手、戴口罩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 也能够一起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疫情 位在花坛乡的虎山岩 四旁山丘种了一大片金针花海 每年四五月金针花开非常漂亮 县长王惠美21日特别前来参访 并欢迎乡亲有空可以前来虎山岩 拜拜求平安 品尝农产品 欣赏花坛在地的好风景 在中部地区本来就有三岩二四的一个这个称呼 三岩指的就是清水岩虎山岩 以及呢南头的碧山岩 那二四指的就是我们的龙山寺 以及宝藏寺 所以呢这个花坛的虎山岩 在我们中部地区的宗教界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分量 它在这边二月会有五百棵的礼花开 那四月五月呢 会有像现在这么漂亮的一个这个金针花 到了六月我们花坛很重要 另外一个产业就是我们的茉莉花 湖山岩寺一旁山丘种植是和平地的新品种 金针花台东七号 色泽金黄现场超过三万株金针花 一片耀眼的金黄花海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赏花 真漂亮啊 对对对 那你想想要再来看 啊我就乞业买都会回家来 视野很好 然后硕大就是美 我倒要来看 可以哦 所以在这边也欢迎我们的乡亲 有迎来我们的这个花担花山岩 来这个拜我们的观世音菩萨 来看我们水水的金针花 那户外多走一下 我想对于我们的免疫力能够提高 那也拜托大家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疫的部分 要勤洗手戴口罩 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室内是1.5室外是1公尺 我们一起努力来抗疫 但是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健康也要来临真打扁 金针花有一日花之称 必须每天采收 说成的金针花 庙房都会在假日期间 榨给游客品尝 体验鲜甜的金针花美味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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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新郎 这一法利店特别好吃的 金针花又有母亲花之称 在母亲节前夕 民众不妨前往欣赏金针花 也十分应景 借雄新江湖縣采访报导